有請蘇院長與陳時中部長 好 蘇院長請 陳部長請 院長好 委員長你好 部長早 院長 部長 疫情從去年爆發到現在已經超過一年半了 期間有許多的防疫政策的開展 其實都是圍繞著公共衛生 因此我們可以從三級預防公共衛生的理論 來檢視現在所有的防疫的作為 是不是還有需要精進的地方 院長 你一定知道什麼是三級預防 三級預防 能不能說明一下三級預防的內涵呢 謝謝委員 我們真的感謝國人同胞大家一起努力 指揮中心也非常辛苦 第一線醫療人員非常值得肯定跟感謝 我們今天防疫才能該舉事滔滔 台灣做到最好 那確實目前我們整個還是需要很介慎恐懼 防守邊境 不過國內已經大大來鬆綁 希望能夠給國人故生計好生活 你已經講得很好 其實部長應該是我們講三級預防 應該就是防範未然 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然後能夠降低後遺症 對嗎 部長 對 基本上在三級 如果以疫情來看 就是一個就是一個早期的部署 早期部署 我們都照著基本的概念在進行 好 對於COVID-19而言 第一線預防我們著重於 剛剛部長講的降低展疫的危險因子 例如強化那個邊境的管制 將病毒阻決於境外 或者是提高疫苗的這個接種率 期待能夠達到 早期達到全體免疫的目標 這些政策的規劃固然都是有它的必要性 但是目前疫情呢 有持續延長的趨勢 國外持續延長的趨勢 防疫思維上應該有重新建構的必要 那整體防疫的規劃應該要有調整 WHO的歐洲地區的主任 同時也是比利時的公衛博士專家 克魯格他表示 在變種目前有變種病毒的肆虐之下 疫苗並沒有辦法終結 疫情的持續流行 因此呢呼籲各國領導人調整 接種的策略 然後以長期的應對疫情 這樣說法並不是否定 疫苗接種的必要性 畢竟減少重症與死亡率 來保全醫療的量呢 仍然是疫苗無可取代的效益 但是在變種病毒降低了疫苗的保護力之後呢 增加了突破性感染可能性 在疫苗的接種上呢 我們勢必需要再做另外的因應與調整 以國內的現狀來說 部長你應該知道 累積到10月26號 根據CDC的統計 我們完成AZ 莫德納第一劑疫苗接種人數為分母 再講一遍 以AZ 莫德納第一劑疫苗接種人數為分母來算 醫師人員完成第二劑接種大概是86% 大概有10萬多的醫師人員 尚未接受第二劑的接種 那我們的長照機構人員呢 包含被照顧者 第二劑的接種率是77%左右 同樣的大概有10萬個人 還沒有接受第二劑的接種 那65歲以上長者呢 第二劑的接種率是高於長照人員喔 大概80% 那也是還有53萬的人還沒有接受接種 還迫卻需要完整的保護力 就是二劑的接種 院長 這個醫療與長照等高風險的工作人員與長者 他們呢受到病毒的威脅比較高 你知道嗎對不對 這醫療人員與長者還有長照人員 他受到感染的風險會比較高 那染病後對醫療的衝擊是比較大的 醫療人員在感染後 也許會造成院內感染等等 他們將不分COVID-19或者一般疾病的照顧 都會影響他的醫療量能 然後長照人員老人家呢 也會要用到醫療資源 因此在疫苗的覆蓋力上 我們必須重延 來檢視他的接種率 重延 雖然現在剛剛講到有86啦 80等等 但是我們要重延 以防止像今年中間一樣 這個疫情爆發 這個衝擊國內很多長者的健康 請問院長 對比10萬人 10萬名的醫事人員 今天能不能公開的宣示 什麼時候將醫事人員的完整接種率 提高到95% 我請部長給你報告 OK 部長 公委員報告 當然你的資料從機關署來 不過跟我的認知不太一樣啦 那我們現在的醫事人員的第一劑接種 我說我的分母是以AZ與莫德納第一劑為分母 不用這麼說 因為BNT事實上是少的啦 我們還是以全部的疫苗來看 那樣的一個分特別的疫苗 事實上在統計的意義不大 在防疫上也沒有特別的意義 那我所知道是醫事人員現在打第一劑應該99%啦 我講第二劑要完整的 第二劑有97% 然後第二線的第二類的工作人員 我們大概第二劑也打到92% 第三類的比較低大概打到78% 65歲以上的 我們大概65歲到74歲 現在注射率是82 75歲以上的是72 然後第二劑的注射率各差10% 那現在都在努力 這一週下來還會提高很多 我剛剛有提到是要我們從嚴來看啦 因為這個醫事人員與長照 與長照工作者 他是一個處於高危險的地方 那長照的工作的機構的人員注射率 就沒有像委員講的這麼高啦 其他兩類都比較高 那這段時間也請地方衛生局 加強在機構內的一個趕快來注射啦 那我相信也很快 長照機構與服務人員還有長者嘛 其實長者現在65歲以上已經超過長照機構囉 65歲到75歲有82%嘛 75歲以上的話就是72% 那這個我們這個 就是我們有這麼高的注射率 其實我們政府是這方面 後來有繼續加強 那接下來呢 我要談談高風險族群的 第三劑加強劑的問題了 目前英國疫苗的接種委員會呢 還有美國的CDC FDA 一致多同意聯長者醫師人員 長照機構的住民 在接種第二劑之後 六個月後追加第三劑 第三劑 這個是美國 英國的這個做法 對於加強劑 第三劑加強劑 這個評估呢 指揮中心在9月初呢 你曾經鬆口 說對機組人員增加第三劑 機組人員增加第三劑 請問當時你評估的依據是什麼 是第一 需要明確的科學證據呢 還是說參考各國的經驗呢 或者第三 按照採購疫苗到貨情況的不確定性呢 請部長您說明 委員所講的這幾項 都是我們綜合考慮之內 那在明年到貨算是比較有把握 所以對專業的考量會高於其他的考量 專業的考量 對 其實可以參考國外的經驗 當然 國外當然那個經驗是值得大家參考 因為那個數目也大 他還有這樣知道 OK 好 我們 我要提醒部長 機組人員在抗體變化的評估上 那個指揮中心過去對機組人員來做抗體的追蹤 反觀 醫事人員與長照機構人員 請問 目前有沒有本土的抗體變化數呢 對機組人員有 相關的 所以我們在裡面在做主要是做基組人員的抗體 因為基組人員長期在國外進進出出 需要這樣子非常頻繁的進出邊境 染疫的風險相對高 但是呢回來我們原來的檢疫14天的方式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達成這樣的一個非常安全的目標 我知道 基組人員安全重要 那醫療醫事人員與長照人員呢 對他的抗體 就有特別的一個追蹤 了解四大兩劑疫苗之後 產生抗體的情況 那進而 在思考說怎麼樣來做一些補充加強的方式 那醫事人員他也重要 但是那是一個普遍的情形 所以我們在醫事人員 第一類的 任何疫苗進來 全部都讓第一類的人先打 從三月起一直到現在都這樣子 然後進而再開放一到三類的 那基本上是很清楚 是要把這個防疫的重要工作人員都要先打 那才能夠幫我們把防疫的工作扛起來 然後第二個階段就對於高危的人 那機構的住民長照的住民 這也是我們優先施打的策略 所以整體來講 從三月開始大家不願意打 五月後大家要強打 我們雖然在有限的疫苗跟到貨沒有辦法掌握情況之下 但是也根據專家所建議的 從保護大家的人到高危的人一步一步的做 到現在我們認為我們疫苗的施打策略是成功的 好 謝謝部長你說明對追加劑的這種將來的這個規劃 那我還是要建議呢 這個部長的醫事人員呢 他在這個 第二季之後的兩 六個月之內 在下個月都要到期的 在下個月到期呢 我認為呢我們在醫事人員 我們在防疫上呢不能崩潰 所以我們建議 建議部長呢還是要審慎思考 醫事人員第三季的追加的時間 對 目標就定在大概六到九個月了 第二季之後六個月 六七個月吧對不對 下個月就六個月了喔 下個月進到六個月的不多 少部分 漸漸了齁 所以請部長兩個月之內呢 要快速的思考 接下來我們來談 中長期這個防疫預算規劃 以及防疫者康復者的後續問題 我要善意的這個建議院長 包括何大一博士呢 與賴明昭院士都提醒在後疫情時代 防疫是一場長期的抗戰 防疫思維會從封鎖走向共存 不過在病毒共存之後呢 輕重者對醫療體系的壓力 預期會增加醫療體系營運的負擔 來自於大健康照護資源的重新分配 那我認為不可能長久仰賴特別預算 請院長 請院長 部長 您具體說明中長期醫療藍圖 例如一 有沒有規劃 每年在要在傳染病防治上 基金要預注多少的預算 第二 你要如何維持健保組合 有充足的成長力 請 第一個答案在兩個 一個就是說在後疫情之後 我們的所謂的一個 防疫特別預算到明年中結束之後 那主技術也充分表達 對我們防疫預算 未來在公務預算裡面 尤其是疫苗的全力的支持 第二個 總的預算 有總的預算 對於健保整體的醫療費用的一個考慮 那當然這裡面是消費者 跟我們醫療提供者 還有我們公務單位共同組成的 會救人民最大的利益 跟醫療的發展做最好的考慮 謝謝部長 國內的COVID-19疫情發展到現在 已經有1萬5千個個案解除隔離 因為COVID-19在臨床症狀上 會影響多重器官 我們有表格來看一下 包括認知功能下降 這個焦慮 憂慮等等 然後我們根據電子期刊的研究 發表追蹤出 4個月後的康復者當中 有40%出現行動困難 影響日常生活等等 院長 對於染疫康復者的身心症狀 新加坡國家傳染病中心 正在討論 研討COVID-19病毒 對認知能力所造成的長期影響 請問 國內什麼時候會有類似 由國衛院或者是國建署 在政府機關上主導 本土官方研究的成果 本土的官方研究成果 可以作為我們本土 染疫康復者的 富能 復健 政策規劃的基礎呢 基本上當然研究需要去做 我們採取的策略 研究跟服務跟醫療病重 所以我們現在也開始在籌備 就是後疫情的 不是 等於染疫後康復者 的一個整合門診跟住院的計畫 那現在已經在簽合 那計畫昨天我已經剛好已經同意了 那這裡面當然就講 還有幾個概念要把它弄清楚 醫療的費用 醫療的費用的本身 還是要由健保裡面來使用 對 你現在是從健保付出 不管心理相關的一些評估 後續的接續 這些整合門診的其他的因應 那我們會由特別預算來做因應 那這兩點在昨天我們都已經通過 那至於在相關的研究 當然是可以運用 將來整合門診成立之後 相關的資料收集的完整 再做其他的分析 知道部長 我知道 剛聽到部長您說 規劃由健保總額來做支援 還有一些特別預算是嗎 對 當然說特別預算在架構上的支持 然後做整合醫療 整合門診的支持 那醫療的本身的費用 那當然是健保本身的費用 那我要讓部長知道 110年度的健保總額成長率是 1.27%到4.4% 下限值是13年的新低 上限值是10年來的新低 根據衛福部公佈的108年 國民醫療保健支出的統計資料 我國醫療保健支出 在37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五 排名倒數第五 平均每個人的健常性醫療保健支出 占GTP的比例僅僅是6.1% 我們看 這個OECD的這些國家成員水準 美國當然不用講17.2% 日本10.7% 就是韓國啊 也有7.6% 更不用說國內整體的醫療資源 大部分都是健保 國內整體都是健保核心所發展的 其他公務預算的益助相對相對的少 這樣結構在疫情嚴重的時候更顯得不足 我們回到剛剛提到防疫康復者集中後的照護 請問明年度的總額成長力 剛剛部長你講嘛對不對 你說健保 請問明年度的總額成長力足夠支付與滿足康復者的需求嗎 會不會壓縮到既有的醫療服務的提供 還有最重要影響原有的健保改革規劃呢 部長請回答 跟委員報告在康復者這一部分 我們現在可以納在我們裡面大概是一萬五千多人 那事實上我們現在納入整個門診的治療計畫 大概會納入一萬兩千七百一十九人 那這裡面曾經看過門診的大概有八九成 大概有九千多位 住院的兩百一十六位 總共發揮醫療費用是一點二億 所以這樣的費用基本上對於總額 我們大概有八千億的這樣的總額裡面 事實上範圍是非常小 因應這個是沒有問題 然後第二個在關於各國的一個總額 事實上台灣就是佔著GDP的比例就是低 醫療費用是豬 所以未來要提升費率或其他方向再請 委員也要大力的支持 那美國十七點二不是我們效法的對象 我們當然總額適當的增加 有效的運用提升品質 這我們追求的目標 好院長 部長 這個我知道梁入維出是社會 保險遊戲經營的重要的理念 如果各式各樣的政策目標 都交由健保總額來承擔 卻有沒有給予經費的益助 那就是要用浮動點值 部長你是醫師你知道嗎 在一屆呢也就浮動點值 也就是說一屆做一百分 可能很多我們社會大眾不知道 卻只能拿到九十分的報酬 這樣的思維 你對得起疫情期間 穿著滿身汗水的防護衣 不忍帶著感染病毒風險回家 站在第一線防疫兼兵的意識人員嗎 防疫人員的津貼跟獎勵金沒有少過 大家很辛苦我們也體諒 那進來我們剛剛通過的醫院的 基本的一個獎勵金 去年我們編了27億 今年我們編50億 那是他們多做日以繼夜加班的獎勵金 當然有必要鼓勵啊 我只是跟委員報告 我們有看到大家的辛苦 經費也有相當的編列 對於基層去年我們編列了八億 今年我們編列了四十億 所以我們有看到大家的一個辛苦 也有編列相關的費用 至於在總額 總額它在疫情期間是一個好處 總額站得那麼低啦 又要加進去這些費用 總額的費用並沒有變少 所以今年在西伊基層 現在有一部分的點值就會大幅的提高 那也照著提高的點值大家來理 總額是一個基本的一個保障穩定 然後總額的設定是從量出為入 是量出為入為頭 然後設定了總額 設定了之後就變成是要量入為出 這是有一定的基轉在進行的 當然點值偏低確實是一個好問題 那我們也要持續來關注問題解決問題 但點值也不是在疫情期間 並沒有造成點值的偏低 疫情期間點值是稍微一點的 我是講平時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知道 這個醫院或診所做了100分 很可能只拿90分 要給大家知道嗎 它本身就長期都是如此啦 但是跟委員報告這不是疫情的問題 疫情之中呢 更要思考到這個問題 所以思考角度用疫情來思考 這個就會失焦 這是長期的問題 那長期問題 那我知道長期問題我就想請部長 你可不可以擁若 研議改由每年編列公務預算 以專案計畫的方式 為染疫康復者提供 富能復健的醫療照顧呢 可不可以啊 你說沒有多少錢而已 我們現在就在用 我們現在的防疫的特別預算 在做這件事情 不是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是特別嘛 我講公務預算 OK好 現在 我們現在特別預算 準備編列四億五千萬 來因應這個事情 謝謝部長回答 接著我要提到的 疫情除了衝擊產業之外 也加速了各行各業 民眾生活的改變 以往實體為主的辦公 會議 上課等等的型態 也轉變為線上 在醫療產業中呢 醫療業中呢 疫情前尚在萌芽的遠距醫療 現在 經過疫情的激化之後呢 使得許多醫療院所加入 正在快速的成長 所謂O2O 成為醫療科技的核心項目之一 以遠距醫療的型態 則改變著疫情的醫療模式 很早在疫情之前 醫療科技發展就備受看好 Google 在2018年的時候 成立健康事業部 特別從醫療產業中 挖來大將 尤其LOA 副社醫院的院長 David 來當CEO David利用他的人際關係 把OBAMA 這個時代的 一批與醫療相關的文官 帶進了Google Health 一時間 Google 健康事業部門的發展 備受各界的期待 然而 經歷了三年的時間 就在今年的8月 CEO David 突然宣布辭職 重返醫療界 原來 他所領導的部門正面 面臨著大幅度的改組與挑戰 原本受到各界 高度期待的Google Health部門 發展遭受到挫折 院長 您知道其中的原因嗎 院長或是部長 您知道其中的原因嗎 你可能要問 David 醫師離職 回到醫療界 我們現在不講醫療科技嗎 我想這事情還是要問 Google的CEO 要了解 他們的經營策略的變化 這個是實事啊 好 那原因就在於 科技人才與醫療人才之間 未能順利的達成 跨界的整合工作 Google健康事業部門的案例告訴我們 醫療科技的發展 仍然要以醫療為核心 若偏重科技 甚至科技至上 發展將與臨床脫節 Google的企業文化 就是先話告訴你的 部長 Google企業文化 我們隨便Google也查得到 Google企業文化 認為科技技術 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而過度仰賴了深度的學習 低估了臨床流程的複雜性 以及醫療場面內的變化 醫療科技之間的配比 適當 他們沒有認知到很重要的一句話 科技是為了優化醫療服務 科技是為了優化醫療服務的理念 導致Google Health在臨床研究上 難以有重大的突破 同樣的經驗 我們借進來臺灣 根據國家地理頻道的記錄 臺灣有著全世界第三 亞洲第一的醫療品質與服務 我們更有著豐富專業的經驗的成績優異的醫事人員 同時我們有三十年來創造臺灣經濟奇蹟的科技大廠 ICT產業 他們都是國內的護國群三 如何院長 如何將醫療與科技 這個強強結合 這是國內醫療發展上更上層樓的關鍵 雖然健保總額每年都有 我知道部長 這個都有固定投入醫療科技的預算 並且衛福部 國健署科技部與經濟部都有編列相關的預算 但是因為這樣子 整個醫療科技發展呈現多頭馬車 尤其是智慧科技的前瞻開發 那都是以大學研究為主 相關計畫研究以科技為主 我先請部長 你說明一下我剛講醫療科技 他們之間就沒有辦法整合 是不是先說明一下我剛剛的這個議題 當然本身我們在科技部下面有科技匯報 科技匯報來整合相關一些科技研究的議題 那目前也運作良好 那至於科技業跟醫療業的整合 其實也花了大概 我看起來也大概將近十年的一個時間 那現在雙方越來越密合 對於雙方的語言也越來越了解 越來越密合了 以前大家都基本上 科技界今天聽不太懂醫療界需要什麼 那醫療界不太了解說我們科技界的能力到什麼地方 所以有時候會 互相要磨合啊 他們是台灣的護國全山啊 台灣就這麼厲害 台灣就是磨合的能力特別 醫療科技是護國全山 不夠厲害 相當的程度的磨合 未來智慧醫療在台灣是會起飛的一個相關的事業 所以呢 當然他們的合作兩個強強合作 必然成為醫療科技發展更上層樓的關鍵 雖然健保總和每年投入這些我剛剛講的對不對 可是都是以科技部為主 考量醫療科技與其他科技產業差異在於 醫療科技產業格外重視醫事人員的使用的體驗 事以解決臨床需求 改變醫療服務的流程為出發 而需要高度的臨床使用性 院長現在要問院長了 你認不認為應該由行政院出面整合 衛福部科技部經濟部等於醫療科技研發相關的部會 將醫療科技資源妥善的配置 以行政院您的高度成立跨部會的智慧醫療科技辦公室呢 謝謝委員指教 科技的進步一日千里 利用科技讓醫療更精準 更方便更有效是必要的 而相關部會各有職師 我們對相關部會的柔和 也有政務委員 也有院的部來處理 所以 同意我剛才的提案嗎 成立智慧醫療科技辦公室 對於另外還要在疊床駕屋 我一向比較保有 這怎麼叫疊床駕屋呢 這個是有必要性啊 醫療科技的整合部長也是醫師啊 像現在我們 尊重臨床入境 場域 不是委員 現在比如指揮中心要做很多事 牽涉很多部位 我們都一次解決 沒有令社辦公室 整合起來就一次解決啊 對 但不吝嗇辦公室 在這邊講不吝嗇 好 接著下來 我簡單因為時間到了 我要 院長 接著下來我要提到 企業永續經營的ESG 我想經濟部長會知道 我想你已經知道 什麼叫企業永續經營ESG 2004年的聯合國全球契約 所次提出ESG的概念 被作為評估一間企業永續經營的指標 可用來衡量企業經營管理的決策方向 經營效率品質品牌與生育 是否合於永續經營的理念 同樣的 我在國家永續發展上 我們也要用ESG來檢視我們的政府 一環保 我們在環保減碳方面 說到怎麼樣呢 現在全世界各國呢 都是在重視淨淨排放 那我們在這方面用心到怎樣呢 我們有沒有提到 這個我們的氣候變遷 我們有向英國氣候變遷 我們有提出草案嗎 另外企業社會責任 我們在三加十一呢 這個勸切風險的之下呢 讓我們的疫情爆發 在保護人民的健康與安全上 我們有沒有做到我們的企業社會責任呢 最後公司治理 也是公司治理裡面的採購供應商管理 到昨天為止 國內疫苗到貨量兩千八百萬 其中一千五百萬是企業還有各國的捐贈 那如果沒有他們捐贈的話 那換句話說 我們就 由於疫苗的嚴重不足的優力當中 所以呢 我認為政府在防疫物資的採購上 G就是公司治理 採購上是不合格的 那我請問 院長 你自己平民分 你在 你在我們在常常講 政府管理企業ESG 你在ESG的永續表現上 你合格嗎 委員 我們在疫苗採購上 去年 沒有疫情 我們就掏錢部署買疫苗 買進來還沒有人要打 我還率先 謝謝張委員